中方祝贺孟加拉国如期顺利举行全国大选 祝贺人民联盟赢得大选 作为友好敬礼 中方坚定支持孟方依法推进大选后各项政治议程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 同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一道 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 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美青年乒乓球代表团的护法 续写了乒乓外交的友好篇章 为中美民间交往注入了新的力量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 53年前 中美青年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 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化 两国人民往来越频繁 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就越坚实 空间就越广阔动力就越强劲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 弘扬乒乓外交精神 不断书写中美人民友好新篇章 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我倒是注意到美国情报高官 曾经公开宣称 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 已经取得进展 美方一边反复散布 所谓中国间谍的虚假信息 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 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情报活动 这种做法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具体情况我不掌握 你可以直接向有关的企业了解 作为原则 中方一贯支持中国企业 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国 开展正常的经贸往来 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但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维护国际航道的安全 首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这不是外交问题 所以你可以向国台办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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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